近几年,成员的各种心理问题的根源被追溯到原生家庭,于是越来越多的年轻父母开始思考孩子的教育方式和方法。 在媒体的大力引导下,孩子的教育问题被重视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,但是孩子的教育问题解决了吗?似乎依然层出不穷。 而且随着对教育问题的反思,社会和家庭对母亲这个角色的要求越来越严格,母亲这个身份变得越来越重要,身为人母,变得越来越焦虑了。 前不久,有一位妈妈对我说,为了让孩子好好写作业,她可谓连哄带片,连鼓力带表扬,连鼓掌带,大肝起鼓的像个神经病。 最近,她女儿迷上了舞蹈,天天练下腰,有一次她女儿写作业,又磨磨蹭蹭,她居然灵机一动说,你十分钟内写完作业,我就给你下个腰。 输完以后她忽然意识到,自己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,为了让孩子好好学习,自己真的什么都敢干啊。 她一米六的身高,七十五千克的体重,肚子扔得像个地球仪,还吓腰呢,我哪有腰啊? 听她说完我扑起一声笑了,笑完又觉得特别心酸。 希望孩子专注写作业,养成好的学习习惯。 希望孩子赶快写完作业,早早休息,长好身体。 一方面希望孩子学业上不要有那么大压力,不要太辛苦,一方面又希望孩子出雷拔萃,有大好前程。 一方面为孩子担心节律,耗尽心血,一方面又克制自己情绪,让自己正能量满满,还要不时地检讨一下自己,是不是哪些问题处理得不好。 让孩子受了委屈,我们这些当妈的人,真的是活得怂且卑微,领域孩子不努力。 教育的主体是谁?是孩子,最该努力的人是谁?是孩子。 但是反观现在的教育现状,最最努力的人是谁?是妈妈。 我经常在大街上看到一些大娃上课的妈妈,她们肩上背着书包,手里拎着提包,怀里抱着各种各样的杂物,一边走路带风,一边不停地催促,快点快点,要迟到了。 而身边那个孩子,手里玩着玩着,眼睛左顾右盼,虽然被妈妈逼迫着,催促着,却一脸是不关己,岁月静好,到底是谁去学东西?到底是谁怕迟到? 有记者曾经到一家知名教育机构去采访,发现里面除了学生爆满以外,每间教室的后翻牌做的全是家长,还有一些家长直接和自己孩子同桌,以起到监督的作用。 甚至还有一些陪读的爷爷奶奶,不得不带着老花镜,一边听讲,一边抄笔记,说诗,虽然不理解,但可以先抄下来。 这种全家总动员的学习状态,想想真让人感动到泪目,但是同时,也给了孩子一个暗示,学习是全家人的事,不是孩子自己的事。 所以现在的孩子总是喜欢拿家长当说辞,不是我不学习,是我妈没给我花钱报班,不是我不读书,是家里没有这个环境让我读书,我爸妈小学都没毕业,凭什么让我努力? 很多公浩文,家长在看,孩子也在看,当我们劝道家长多读书,多学习,和孩子一起成长进步时,竟然被很多孩子理解为自己不上进,是因为家长不上进。 这个理由可以说是非常高大上了,不管我们为孩子付出了多少,首先需要意识到,孩子是教育的主体,孩子是自己学业的主人。 家庭和学校环境虽然对孩子的成长有影响,但是最终孩子会走什么样的路,还是取决于他们自己。 不管教育采用什么方法,如果没有唤醒孩子本身的内蓄力,如果没有让孩子自发的去努力,家长做的再多也是月祖带逃,做的再好也是把鸟助长。 零二爸爸不出力,不知你们发现没有,在上面那刚教肠陪读的照片里,有爷爷,有奶奶,有妈妈,就是没有爸爸。 或许这只是一个巧合,或许不是。 朋友小欧坦诚的跟我说,自己从来不放心,爸爸去陪孩子上课,一般他陪着去上课,可以在教室外面听两耳朵。 他说,万一孩子哪里不会了,还能指导二三,要是爸爸去上课,估计就是打满两场手游就回来了。 孩子讲的什么他不知道,也不关心,不关心就不关心吧,谁让咱都说了,学习是孩子自己的事呢。 但是他们不说话还好,一说话就说你废管子。 小欧说有一次他带孩子去学钢琴,孩子抹着眼泪说不要去,正将着,他老公非常及时出现了。 大叫着说,这都报了多少课了? 天天给孩子报课,连完的时间都没有了。 不去了不去了,不就是个钢琴吗? 不会钢琴影响考大学吗? 你们也常有这样的感受吧,在这个家里,你是亲爹,我是后妈。 亲爹永远都在为孩子着想,而后妈,永远在和孩子对着干。 每当孩子在困难面前退缩,妈妈和孩子较劲,鼓励他坚持的时候,亲爹总是跳出来给后妈泼一瓢冷水,孩子压力够大了。 你天天这么逼孩子干嘛?有一种苦,叫做你不懂我的苦。 当爹的通常做怪,那甩手掌柜,根本不知道要规范一个能量爆棚的熊孩子有多难,也根本不了解需要多少次试探,才能帮孩子找到一个适合他们的出路。 在很多爸爸的眼里,教育孩子就和赏花是一样一样的,想起来了就看一眼,想不起来,就连看也不看。 所以很多爸爸在家里就是行同学社,不要说指望着在关键时刻,给妈妈一个支持,他不甩闲话,不泄气就已经很不错了。 教育孩子,妈妈可谓是全力以赴,爸爸呢?只能算重在参与,都说好的家庭是爸爸爱妈妈,好的教育是爸爸支持妈妈。 但是,如果一个连孩子尿布都没洗过,连孩子家长会都没开过,连孩子成绩都从不过问的爸爸怎么可能做到理解和支持呢? 一个从来不在教育上出力的爸爸,可能觉得养大一个孩子和炒一盘,番茄炒蛋一样轻而易举吧。 林塞妈妈用买力,孩子不努力,爸爸不出力,老师给压力。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,妈妈就算行上两万里,也难免会着急焦虑,于是就促成了教育失败的第三个因素。 妈妈用买力,什么是麻力呢?就是你花费的力气比较粗糙笨拙,力量虽然很大,但可惜没有什么效果,反而造成了伤害。 我表哥的孩子去年中考,中考前夕嫂子找到我,说孩子学习镜头不足,上课经常走神,已经被请了很多次家长了,说得眼泪汪汪的,特别可怜。 我心里想,这小男生怎么这么不懂事,于是就叫过来准备训斥一顿,哪想到他跟我说的却是另一种情形。 他说,自己不过是一次考试失误了而已,结果就像踩了雷区一样把老妈引爆了。 从那次考试失利开始,妈妈就像学了进步咒一样天天催她看书写作业,导致她一听到妈妈说话就头疼。 而且妈妈一坐完家屋就搬搬椅子坐在她旁边,像一个活的摄像头似的监控着她。 她非常清楚妈妈的用心良苦,但是这种匆忙逼迫的方式让她感觉很压抑,法男更不想学习了。 嗓子的这种状态,像我在文章开头说,那位像样子妈妈一样,因为太想太想让孩子学习有起色,就有点不择手段了。 可是有些事情,你越是迫切急躁,越会适得其反。 就像那个著名的精妙比喻,你想要握住手里的沙子,就会拼命的转圈,但是钻得越紧,手中的沙子流得越快。 所以放眼望去,身边焦虑的家长不在少数,但是真的能让孩子按照期望中去成长的,少之又少。 说到底,教育能不能成功? 不是看你耗费了多少心血,用了多大气力,而是看你的教育出了多少成效。 就像我们经常会催促着孩子去洗澡,去吃饭,去写作业,他们往往无动于衷, 这时候你就算喊再多遍,叫再大声,也是徒劳无功。 所以这时候还真不如向爸爸学学,往沙发上一个课优堂,平平天,静静气,孩子发现你安静了,一语往常,也许反而会有所行动。 用难力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弊端,就是容易让自己很挫败,很委屈,把自己往岳父的角落里逼。 所以教育孩子千万不能钻牛角尖,一种方式没效果,不如换一种方式。 教育不能用麻利,要用巧劲,或许反而能刺两波千斤。 聪明的妈妈绝不是视地公亲,要懂得迎难而上,更要懂得知难而退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